这份由公众投诉委员会发出的报告,就皇家骑警如何处理性骚扰投诉,以及如何提高调查投诉过程的透明度,列出了11个步骤。 该委员会认为,对此类投诉的调查过程应该更加独立,对回应受害者指控的限期应该更加严格,对防止职场性骚扰的部门应该提供更多的培训。 该委员会翻查了2005年到2011年之间700项关于性骚扰的投诉资料,并不认为警队内的性骚扰现象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 委员会发现,绝大多数的投诉都有按照皇家骑警对于骚扰的相关政策进行处理,不过处理的方式却存在差异。 同时,皇家骑警没有善待自己的员工这一印象,对骑警本身的声誉以及公众对其信心有很大影响。 因此,委员会的主席认为,员工和市民认为,皇家骑警在处理性骚扰问题时互相包庇,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这一不良印象。 去年,几位在皇家骑警就任的女性员工向法庭提出诉讼,表示自己在职期间受到了性骚扰。 同时,几位男性员工也抱怨在职期间受到了虐待和恐吓。 公共安全部长图威斯去年11月曾致信皇家骑警总监,要求他在2012年12月11日之前提供一个解决此类事件的详细报告。 该报告如期交付,不过至今保密并没有被公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